中国新闻单位2014年将焕发新版的记者证 而要得到新版记者证的中国新闻采编人员 必须接受进一步的所谓培训和考核 培训中记者们竟然必须要学习 通过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官的考试 怎么看中共当局对于新闻记者 和考试的思想前置 透视焦点带您来关心 中国记者网日前发布 关于开展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的通知 中共当局决定在2014年 同一焕发新版新闻记者证之前 对全中国新闻单位的采编人员 开展岗位培训和考核 培训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官 新闻伦理等六个专题 和主要新闻法规规章 以及新闻单位管理规范等 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体的这些 这种观念 比如说追求真相啊 然后新闻报道自由啊 公正啊 新闻媒体人的这种自身的权力 和他的发展方向 全然不符 中共的这个新闻报道里头呢 他不讲什么客观呀 公正呀 他讲的是 这是党和政府的工具 然后又是什么 要抓积极因素 要所谓的全面的看问题 要讲主旋律 现在最新的名堂叫做正能量 这都是他们歪曲事实 掩盖真相 所编造出来的奇谈怪论 前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表示 中共政权担心大量的军队 警察和干部 还不足以使他的专制统治安心 从而想方设法通过歪曲事实 掩盖真相的教育 文艺 以及日常的所谓新闻等方式 对民众进行奴化 和渔民教育的灌输和麻醉 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的 加紧对新闻采编人员的思想控制 进而达到利用新闻这个渠道 对人民进行奴化和渔民教育 进而维护他们自己统治的 这样一个目的 他们这样做 我想第一 有良心的这些记者 当然会非常反感 他们会非常的低处 会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抵制 这个方面也会更让 广大的人民 看清共产党的本质 专家指出 60岁以下的中国记者 完全在中共的洗脑中长大 很多人在编造假新闻的过程中 没有罪恶感 更不能认识到 按照中共的原则去报道 是对自己良知的迫害 新唐人电视刘慧采访报道 这些事的了 第击手 是对自己来说的 但是现在我们远回来